Hello 各位AM730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洪家豪 本身也打算2023年放慢一點 音樂上的步伐 因為2022和2021年出了很多歌 做了幾個表演 然後大家好像經常都看到我 其實我也怕大家會看到我的艷 而且歌曲好像沒什麼突破 不如花多一點時間去做好一些歌 找一些新的感覺 然後去準備有機會開的下個紅館 誰知道大家說好之後 誰知道年中8月就很幸運 說4月就給了我 其實是一個理念 我記得還沒出到簽個公司 準備出道的時候 公司也不停問我要不要改藝名 因為家豪這個名字太普通了 太多人叫家豪了 亦都在網上 大家都聽到很多人會說 家豪 樣子又普通 聲音又普通 歌又普通 什麼都普通 連名字都普通 但我當年有一個很宏大的志願 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 是呀 全港那麼多的家豪 但一說家豪就只想起我 所以我就有這個目標 某程度上都叫做到一點 是不是你叫家豪就代表你普通 注定就是平凡 注定就是不會有主角光環呢 小時候你灌輸一個概念給你的醫生 就是厲害的 那一個家豪叫醫 是醫生一個家豪的律師 哪有更厲害的 其實根本 那把尺和價值觀就不應該到這裡 所以就有這樣的想法 變成人人都是食神 或者出生幾乎都可以闖出一片天 其實我發現自己未必可以處理四面台 第二個說法其實是我對上那次看四面台的表演 是張謙芙 我發現他去了對面 我真的覺得很悶 我又是那些 哎呀 糟了我是不是對不起隔壁的人呢 快點過去吧 不行啊 原來又沒有過得住 還有我在軒仔的四面台做嘉賓 我真的 到底我是在看哪邊 我真的有一點點 原來是會有這件事 按摩 沒有就一定跳 我好像真的會被迫要掃 但我自己都還 有一個保留 我都沒有興趣掃 但好像大家覺得很需要 那些同事也覺得我一定要 紅館當然是一個我們這個年代的歌手 我們這個年代年紀的人長大的歌手 就是視紅館為香港最頂尖的歌手 李廷碑 但對我來說 可能現在這個年代就可能不同了 年輕一代未必會感受到我們覺得紅館的意義 但對我們來說意義還在 但我又不會覺得是一個 搞定了 我覺得是 都叫做一個開始 我已經達到標準了 媽媽又給了一個好的表情 但她有提到 叫我要好好準備 真的要 其實沒甚麼特別 因為我媽也是一個家庭主婦 所以她是沒甚麼叮嘱的 但是 偶爾也提到我練歌 尤其是我媽媽 在這麽久 其實沒有東西是有感覺的 可能已經 開心不開心就一定開心 但另一個因素是身邊的人 或者現在這個年代的人 發聲音就上去了 例如MZ第二年就上去了 總之有很多人 發聲音就上去了 你自然都會妄自誹謗 可能他們覺得等了很久 但對我來說 其實我們一步一步都已經走了很多 走了很多階段 其實都很厲害 2021開了麥花神 其實真的越來越向前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健康 而且我覺得對得住自己 2025年 都… 反而你是否應該享受一個慢慢的步伐 這樣上去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享不享受 我未試過啵一聲 但如果啵一聲 我現在會不會還是我現在這個紅家豪 真的未必是 可能少了些經歷 就可能變成一個 不是囂張 不過是 現在這個都幾好 我覺得是這樣 每一次有機會 我都會很珍惜 因為可能以前熬過 有很多等等 不是很需要多謝低潮期 不需要再重新碰上去 但是低潮期也都真是 其實我反而是多謝我的同事 朋友在我的低潮期 很快就可以令我走出來 而走出來其實都不是心態上 可能他們的朋友幫我 同事也很好 就是幫我盡量快點 令我多些人認識 可以突破到一些關口 其實一直都背負著 其實熊家豪唱歌是不難聽的 或者不一般的 這個評論 但是我自己又很想 每一次都好像覺得 應該是做得比上次好 希望那些覺得我沒有那麼 一般的人 如果有機會給我聽我最新的歌 或者給我多次機會 他們都覺得可能真的 咦 都有不同 可能挽回一些 在他們心目中的感覺 我一直都會想做的 以往都說家豪的歌好像很相似 其實我都承認是的 而接下來真的會多一些 是不同類型的 精彩一點的歌 這次黑波你也在我身上 從來都沒有聽過 我唱一些這樣的歌 因為不太會唱 或者覺得很難唱 其實都很難唱的 就變成練了很久才可以唱 練了多久 有特別的方法嗎 有啊 當然要找唱歌老師 老師也幫了很多 我想只是這首歌 都可能上了五課唱歌課了 你不是只講五日練 是講完之後叫你回家練 因為我的進步 我不希望五年前和現在有不同 或者一年前和現在 我希望每一首歌都會聽得出來 或者每一個階段 可能兩個月 每隔兩個月 他們都會覺得好像厲害了一些 又好像穩定了一些 又好像我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真心是覺得 我是都大 大家現在拿回我第一年出的那支碟 聽聽一下 其實真的有些不堪入目 可能很離譜 我會有動力 希望做好些唱好些 他們這樣 我再加緊一點練習 這是真的 我真的很坦白說 我到現在五年 真的出了五年 每一次 就算我只是那天唱一首歌 出去的表演 就算我都明知是中學聖誕聯歡會 每個人都開心在尖叫喊 跟著跟你握手 我都會下午 出門口之前 我都可能拿那些練習 開一聲 我都會唱一次的歌 說真的 那些什麼及時行樂 什麼主角光環 那些我真的唱到成精 但是我都會run一次 譬如那天你唱三首歌 我就順著唱一次 我到現在都會 而我很慶幸我還會 因為我知道自己 就是因為有這些評論 加上我自己也覺得自己不聰明 我就會這樣做 所以補一下絕 坦白說我剛才跟你說 2023年要放萬腳步 我自己選擇的 大家同意跟公司 所以其實沒有我都預算了 但其實前年我本身覺得 應該是要有機會的 因為都頗熱 以及都頗好 譬如Joy那一年 不要緊 因為我只是新人那一年拿過 但我都叫大家一起 我覺得獎項不是代表一切 不可以這樣 有就固然開心 其實以前半天空檔是我為你做些事 男生小時候很喜歡為人付出做些事 然後我送一份禮物給你 或者我去了很遠地方買個外賣給你吃 他們覺得這些就是愛情 然後自己又累又不開心 但大過了可能會man一點 不是你想吃我帶你去吃 他好像今次那樣 我帶你走 歌詞 這種就大過一點 你見張繼聰那些是超厲害的 我聽過一個K的訪問 他問張繼聰 我最近有沒有胖 張繼聰回答 你在哪裡 看不到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甜蜜的 但小時候說你是儀器 但大過說你就會說 這個人竟然說這些是甜蜜的 他說洗頭洗完頭洗完澡 吹完頭頭髮很滑 然後女生很在乎這些 張繼聰走過 他扮善親 不用大家不熟 不用善我一鑊 我覺得神經病 很厲害 我覺得這些是很厲害 其實他是所有男人老公 那些人夫的模範 但其實都很慘 因為那些老婆看到她的IG 其實會覺得 為何我老公不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他是麻煩的 這些位置會令到別人 我剛才想了很久 其實我回答我都會回答 可能偏向是 因為我都發現 自從入行後 我發現我真的很著重私隱 而且我不是很喜歡被討論 所以一路想就發現 其實我跟朋友也不是很喜歡說秘密 所以我是偏向私隱 要藏起來 而且藏起來不代表不愛你 可能有些女生會覺得 你要在所有人面前承認我 我才覺得你是愛我 就是安全感 但在我眼中 我又好像不認同這一套 我反覆地思考了 得出結論就是 原來我是擁有一個 所有做明星做歌手都應該要有的特質 但我沒有 我是不希望被討論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誰會認同一位 在隨身旅行 發生的同性 查看 可疑 叫 有此為 有此為 這位